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天秤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秤座的 既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按照老规矩 会把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呢 放在影片的最后好吗 那今天呢 也会在开场的同时 来跟大家解说 这一次既能量排卡解读的这个模式 OK 那如果呢 你是喜欢我们宇宙小学堂的朋友们 想要加入我们宇宙小学堂呢 我们的这个2023年的这个夏季班呢 也即将要来公开招生 欢迎你来追踪我们的各大平台 锁定我们的最新消息 好吗 好 首先呢 这一次的既能量浴室排卡解读呢 我们这一次不管是什么样的排位 正位或逆位 我都会读给你听 也会解说给你看 OK 那等一下我们宇宙验证排卡的部分 我只会读正位 那之后我们会抽几张排卡来 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那最后就会身为传讯者的我 会将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 在影片最后来告诉这个天使座的朋友们 好吗 好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感受一下你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我们就进入我们这一次的 既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好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一下你能量场上面的细节哦 OK 好 天明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的讯息来得蛮快的 OK 一句话大概可以形容你的这一季的这个能量场 就是呢 怎么说呢 我想一下哪一句话比较好 因为我在同时脑袋浮现了蛮多句的 OK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我觉得这句话呢比较贴切一点 所以我刚筛选了这一句 来 我现在呢来跟你一一做个解说 你第一副牌卡是四月份 五月份是第二副 然后六月份是第三副 OK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死神牌卡 然后这个权杖八 然后还有这个钱币八 OK 我个人感觉呢 你这三张牌卡放在你四月份的时候 给我一种感受 就是会觉得说呢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就是可能在一月二月三月 甚至某部分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量场跑到很前面 就是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呢 我感觉你可能跟一个什么相关状况 人数做了一个了结 或一个结束 或者是分割也可以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切八段 老死不相往来 不需要这样 或者是离开一个工作 或离开你的城市 离开你的原生家庭都可以 我感觉呢 自从这个决定之后 或这个选择之后呢 我感觉你把很多的行动力 很多的付出都放在你自己身上哦 因为你这两张牌都是八号牌 而且八号牌都是着重在自己的自身 而且你是放很多行动力 一步一脚印的在堆叠你自己 所以你过去这个状况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算是蛮顺利的来让你进行一个翻篇 然后这张死亡牌卡呢 这个死神牌呢 还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呢 请稍等我一下 我觉得某部分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们是有一点像是命运的推动 所以这个选择决定 可能不一定是你自己主动或愿意的 这是很小众的讯息 但是我也觉得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小众的讯息 是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 这个决定啊 或这个选择啊 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被牺牲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人 可能是事 可能是物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然后这个关键点好像也算是一个引爆点吧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 OK 所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自从这个决定发生之后 我觉得你放蛮多心力在你自己身上之后 来到这个五月份的能量场呢 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的 你抽到的是命运之人 抽到的是保健器 抽到的是这个影视牌卡 我觉得这个新的篇章也算是为你展开之后呢 我个人会感觉哦 你开始越来越有智慧的 或者是有警觉心的 在对于你接下来 就是自从这个决定 就是发生之后 我觉得你接下来呢 对很多事情的警觉心也提高了 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这种 就是处理事情的态度 也变得有点不一样 以前呢 你可能会有点像是 我不能讲你摆烂 但是你能拖就拖 能烟就烟 某部分天平座的朋友们是这样 但现在你突然发现呢 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好 甚至可能会让你去回溯到 过去好像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或者是你一直有这个习惯 你只是现在才发现 所以呢 这个保健器给我有一个感觉 就有点像说 你知道说如果假设 你不希望再有相同事件发生 这个相同事件呢 我个人会感觉说 就是事情不顺你意 或这个人背叛你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状况 其实你明知道走不下去 你会觉得说 我宁可选择去面对 因为这个保健是插在地板上 再加上这个自责 就有点像是说 与其如此啊 我不如呢 想办法去解决它 都比站在原地不动来得好 因此你才会推动你的命运 所以我才会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感觉你好像渐渐的 在把这个力量 放回你自己的身上 那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会说 你有一句话 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个人会感觉 在你不断堆叠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也来到一个程度 OK 并不是说你一开始没有程度 是指这个状况跟这个感受 又在提升了 就是以前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这边给我一种感觉 有点像说 你好像对你自己更有自信了 OK 或者是对自己 能够放手的事情 更加洒脱了 我的感觉有点像这样 所以这好像有点提升了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六月份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是宝剑三的逆位 还有圣杯女王的逆位 然后还有这个国王牌卡的阵位 OK 这张牌卡给我的能量场 有点呈现说 就是因为你改变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呢 就不容易再受到这种 宝剑三这种情绪上 或者是这种感情上面的这种纠葛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会再感情用事 你也不会再念旧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圣杯女王给有一种感觉就是 你不会再因为旧情 而比如说宽容这个人 或者是放水这个东西 或者是觉得说得过且过 我觉得不会了 我觉得你现在来到的一个 这个叫做国王牌卡的这个位置 就是国王牌卡就是旧事论事 对吧 我如果不做好我自己的决定 那我可是会乱的国家大事 对吧 所以你开始会觉得说 我可能不能再那么感情用事 因为感情用事可能伤到的 可能是我自己就是这个宝剑三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状态发生 所以你来到了这个国王牌卡 然后这个国王牌卡 还有给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 我感觉最近你身边 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机会 不管是人事物都可以 OK 我会感觉 在这个你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你不愿意再受到 这些情绪的这些影响 甚至你也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王牌卡 有一个让我感觉 很大的课题跟教训 你学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 你只好做到这个王位上面 来掌控全局 因为他是一国之军 那我为什么会说 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相关状况人数会出现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 还不错的机会 或人或事物会来找你 来找你的时候 我个人会感觉 你不要见列欣喜 或者是一下就答应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还不错 我觉得是符合你标准的 符合你想要的条件的 他们叫我跟你讲 这句话是要给这个人 或这件事情 或这个机会 然后还有也要给你自己 就是路遥之马力 是给这个人 日久见人心 也是给这个人 但是他们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会去 去感受到 为什么过去 这些 这个决定要出现 就是因为 他们说 其实你学到了一个课题 就是对于 某些相关状况人数 你不能一头热 就栽进去 所以最后你只会得到 这个宝剑三 跟这个圣杯女王的这个逆位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感觉 你学到这个课题 但是你也用这个课题 去审视这个新来的相关状况人数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 你这张牌卡 是这个钱币骑士的逆位 意思就是说 你接下来所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如果他没有办法给你这种 钱币逝者很稳扎稳打的话 他是逆位的话 你是不会接受的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学到这个课题 你也会用这个课题 去看待未来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吗 宇宙验证牌卡呢 是非常推荐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来看的 因为呢 他其实里面呢 会去验证很多 我刚刚所说到的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细节 也会重复一些牌卡 来回答 就是我们刚刚 所读的这个 这些一些状况啊 内容啊 是会特别为你做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Mark吗 打个荧光笔这样子 OK好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稍等一下哦 好 来 就说就是这张 这两张不用了 OK好 好 我们先放到旁边 来吧 我们一一来接牌 来 你看 死亡牌卡 抽到死亡牌卡 验证 互相验证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啊 宇宙验证牌卡真的要看 然后这张牌卡 为什么是死亡牌卡 验证死亡牌卡 我个人会感觉 过去这个可能是命运推动的 或者是你不愿意的 或者是他真的走投无路了 这件事情势必得要结束 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心中 还是有点遗憾 你还是有点伤心跟难过 我个人会觉得 你可能要试着去接受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之所以为什么会有两张死亡牌卡 一定就代表说 这个是一种命运当中的安排 而且这个安排 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这两张牌卡在一起的时候 给我是这样能量场上面的感觉哦 所以来到这边 你注意看哦 他虽然是死亡 但他也重生了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这里面可能或许 或许 你可能要牺牲一点什么 或退让一点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是蛮值得的一个 我不能讲交易 但是蛮值得的一种 这种 互换 OK 我觉得你反而会 因为这样子轻松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两张死亡牌卡 验证死亡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五月份有什么样的牌卡 OK 来 你看 这很可恶 我全身几乎给他 你看保健7 验证保健7 有没有很神奇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们讲 一定要来看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 OK 这都是现场抽牌 给你们看的 这张牌卡 就是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 你呀 为了避免过去 那个状况再发生 比如说别人利用你 别人被害你 别人欺负你 别人霸凌你 别人就是安着你 就是有不安好心眼 或者是别人 就是觉得 他好欺负 我告诉你 你不会愿意 再让这些事情 重蹈覆辙 这也会是 为什么 你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你自己身上 你希望这个命运 推动你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你现在变得有智慧了 与其坐在那边 坐以待毙 我不如起身而行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愿意去面对 你愿意去谈 愿意去说 愿意去行动 避免这样子 别人在背后 捅你一刀的状况 再发生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很神奇的 只要你愿意改变 我告诉你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的 所以来到未来 这个状况 你抽到是 这个圣杯适者 OK 来 你注意看 这个圣杯适者 为什么会在 未来的状况出现 你注意看 这个圣杯适者 看着天花板上面 这个人 跟猪 还有这个圣杯 飞走了 你知道吗 OK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 为什么 如果假设 在未来 有一个相关状况 原事物 OK 它会给你这种 就是心不在焉 就跟这个宝剑山一样 你去想 你跟一个人交往 他心不在焉 你跟他交往干嘛 是不是这样 你就会来到 把宝剑山 这个不舒服的感受 对吧 OK 如果呢 他常常跟你讲 一种猪 都会飞的这种谎言 或者是跟你画大饼 或者是呢 做人很不实际 或者是呢 就是什么东西 都要要求你 因为这个猪 还有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小的这种讯息 某部分天平座的你们 你们是他们的那个 我这样讲完不太好 但是有一种感觉 他们是有点 把你像是一种 怎么讲 嗯 我怎么形容比较好呢 我可能很直接跟你说 他们会觉得 在你眼中 你是一个肥羊 OK 东西丢给天平座 他就会帮我做 这个凹一下天平座 他就会帮我付 这个说一下天平座 他就会接受 所以你注意看 这个人 如果满心思在想 你就是这样子 也不愿意对你投入 然后你看他的心 根本没有在他心上 他的心在这里 他的心在外面的 OK 那这个时候 你当然会迎来 这个受伤的心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人 你不会再接受了 OK 所以你这个圣碑女王 你看 你会死守着你的圣碑 你绝对不会轻易 给这样子的人 而且你也不会愿意 再为这样子的人手上 因为不要忘了 你是这个国王 OK 所以你看 你的这个牌卡 是很连贯的 很连贯的 OK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牌卡 就是这个 前币遗世者的逆位 前币骑士 前币骑士 我在讲出来 前币骑士的逆位 来 你注意看 然后这张牌卡 是战车牌卡逆位 所以呢 我才会跟你讲 你注意看 为什么我会一直跟你讲 马马马 你有没有发现 你跑出多少匹马 这边也是马 这里也是马 OK 来 这个我先转正位给你看 好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有讲 如果这个人 他走不远 OK 或者是 你要花时间 去观察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 而不是像这个 圣碑士者 这种态度的 这种你就得等他 所以为什么要是逆位呢 就是告诉你 不要他来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 不要他来 你一鼓作气就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战车牌卡得逆位 逆位就是叫你不要动 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冲动 也不要决定 先看看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去观察一下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都很重要 OK 因为你要去看一件事情 这个钱币骑士 他来找你的时候 他还有点依依不舍 他自己手上的钱币 你没有发现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逆位 逆位的意思是说 先观察一下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 什么样的机会 什么样的人 都必须要先观察 我觉得这是在这一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如果假设 你真的刚好在六月 遇到一个还蛮不错的机会 跟对象的话 或合作伙伴 这个一定要能够 自己去衡量一下 好吗 OK 好 最后我们来凑一下 看你的宇宙跟天使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给我们天秤座的朋友们 好吗 然后等一下 最后我们就会来进行 这个每一季的天使传讯的部分 好吗 身为一个传讯者 每次帮大家传讯 我都感觉 哇 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 希望呢 也可以在这个传讯的构成当中 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是我做这份工作 我最开心的事情 好吧 OK 好 来 我们来看看吧 来 OK OK 你看吧 来 请注意 第一张牌 我爱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来 这张牌卡呢 为什么是这个宇宙跟天使 要给你的额外的讯息 OK 他们说啊 你去想一件事情 来 这边有一个很像是精灵吗 我们这样讲 OK 是一个精灵好了 他呢准备要去拿这一本书 这个书上面是有这个翅膀的 对吧 OK 他们说啊 其实呢 这张牌卡要告诉我们天使座的朋友们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应该要学到的事情 却没有学到 我这样讲 你可能听得有点 啊 这什么意思 OK 他们说啊 其实某部分的人 在过去这个死亡牌卡出现两次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其实我个人感觉某部分的人应该是重蹈覆测 比如说跟这个活作伙伴重复的不断的在争执 跟你的对象不断的在纠结 跟这个公司不断的在拉扯 类似像这样 OK 他们说呢 为什么这个死亡牌卡必须出来验证两次 就是说 因为你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去学到你应该有的智慧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智慧有翅膀的 它会飞走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应该要抓紧机会去学习这个课题 所以他们说这一次你已经学习到这个课题了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去理解 为什么你要去经历这个课题 去理解为什么你必须要去学习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他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吧 不然呢 他们说 你去想 这个书啊 它是有这个翅膀的 它飞走了就飞走了 你可能就抓不到它了 OK 抓不到它 你可能就会受困在原地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超前部署一下 OK 你要去思考一下 用智慧去判断 你现在正在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为什么会出现两次死亡牌卡的这个状态 OK 好 那这张牌卡呢 是这个疗愈天使 我个人会觉得说 其实这张牌卡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不意外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注意看 来 之前过去 我觉得这个死亡牌卡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机会或梦想跟条件好了 你注意看 你是充满光芒的 你是对这件事情充满信心 但这个人没有心啊 他的心在外面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会去疗愈 原因就是因为 你可能到头来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是这样 我合作伙伴是这样想啊 我的另外一半竟然这样对我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付出很多 所以相对的 你要去疗愈 要去接受的 或者是要去放下的 以上对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 比较有点像是 这个疗愈天使 在你身边告诉你 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要花一点时间 去消化这些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放很多心思 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去绞尽脑子 去思考 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如何去拿到 这一本智慧之书 OK 最后这张牌卡 是要告诉你 很像是一个旅行好了 或者是 有点像是经历这一波 我这样给你看 这个是一个 像吊桥的东西 然后这个女生 她是拿着行李 对吧 OK 他们突然叫我仔细看一下 OK OK好 来 这张牌卡 你们注意看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叫我仔细看 这一段旅程 为什么我会讲 有些有某部分的 天秤座的朋友们 你的确是在这个 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里面来来去去 那没有的也没有关系 没有的你可以继续 按照你自己的故事线去走 这个哦 你注意看哦 这个女生是背好的 这个行李 你看她的方向 是朝那边 对不对 然后你看 这边有一个像是 指标吗 就像指标这样 OK 你看哦 所有的方向 都是指挥投入 只有一个 是指向前 你们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叫我仔细看 让我跟你们解释 这个东西 你已经打包好 这个包袱了 你已经决定 要放下这一切了 你已经决定 你的命运要重新开始了 你也决定 你要这么做了 那你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向前走 而不是再走回头路了 OK 如果你走到这里 一直看 哎 这边指标都是往那边 往那边 但是你要去想 往那边 你只有一个选择 往前走 或许你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他们说 这张牌卡 在你能够了解 这个课题 到底为你带来 什么样的学习 你疗愈了你自己 你就可以去展开 一个新的旅程 OK 但是 当然 这是你的人生 这是你的生命 你当然可以选择这种 回头路 这个完全取决在你自己 OK 好 天平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一段话 应该是 天平座的朋友们 你自己 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 毕竟 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感觉 那句话 我讲出来 很有感触 OK 而且能量场 是很温柔的 我感觉他们是一种 有点像是 寻寻善旦 这样告诉你 好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OK OK 来 你看 这张牌卡 你看 他们说 你看 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骑士 你不一定 我全身挤迹不过他 你不一定要别人成为你的骑士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很有趣 你看 这个女生 同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 她在这边磨她的剑 她有她自己的盔甲 她有她自己的盾牌 她很帅气的 她在干嘛 这个是一号牌卡 这是宝剑一 OK 这个宝剑一 就是在告诉你自己 你开始突然觉得说 我可以成为自己的公主 我可以自己保护我自己 我可以插亮我的剑 我可以戴上我的盔甲 我可以戴上我的盾牌 我可以自己保护我自己 你不需要一定要有一个人 在过去 我总觉得这个跟过去相关状况人数 我觉得你好像把他当做一个 我不能说当救命绳索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点 让你紧抓着不放 所以你觉得这个人 可能会保护你 拯救你 或帮助你 但其实后来发现他并不是 或者是这个机会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或者这个工作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多的理想 OK 所以你突然发现说 如果我把这个宝剑插亮 其实说实在来 我就可以当我自己的这个战士 对吧 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张牌卡出现 是因为你在这边 投入了很多之后 你变成自己的战士了 OK 那这张牌卡你注意看 它是一个女生 但它流眼泪 是流黑色的眼泪 可是它头上是有一个智慧的老鹰的 OK 所以我会感觉 这张牌卡有点像是说 来到了这个尽头之后 我总感觉 你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值得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跟 这两张死亡牌卡 能量场是很像的 代表这个 最终章 势必得要发生 就算会伤心会难过 但你发现这可能是最 最理智的一个做法 或最 在你衡量之后 它是一个最适合的方式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某部分天秘座的朋友们 你们好像还没有从这个状况当中 就是完全的 就是怎么讲 解套 OK 毕竟因为这个是四五六 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你看到这影片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上一季的 能量场的尾端 所以我感觉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时间 去 呃 不是 这三讲代谢 不是 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去消化 OK 所以我觉得 辛苦你了 好吧 我有种感觉 因为一副牌卡里面 有三张死亡牌卡 能量场是蛮沉重的 OK 好 但不用担心 后面很好 你都成为你自己的战士了 而且你可以自己保护你自己 我觉得这多棒 OK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 宇宙传讯的部分 好吗 那请这个天秘座的朋友们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一下 你们的能量场 还有download你们的讯息 好 请稍等我一下 OK 好 亲爱的天秘座的朋友们 辛苦了 我相信一路走来 并不容易 甚至有些天秘座的朋友们 从去年 一路至今 我们想要告诉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得到的最多 的是智慧 得到最多的是自爱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开始渐渐发现 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 没有错 人生一辈子那么长 最重要的 当然 就是只有你 你是陪伴自己 这一路走最长的人 当然 你就更应该 好好的珍惜 爱护你自己 我们知道 这一趟旅途 或许会让你觉得 好像有点长途罚射 才学到了 这一个难得可贵的课题 但是如果 缺乏了这一趟旅途 或许生命这一条道路 就会少了丰富 跟精彩的程度 所以我们想要告诉你的事 天命座的朋友们 从今天开始 你必须要磨亮 你这一把 非常亮丽的宝剑 要能够保护自己 告诉自己 没有人 可以再让我伤心 没有人 可以再让我难过 没有人 可以再对我 予取予求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会好好地 保护我自己 并且好好地 爱我自己 因为这一路以来的课题 已经让你知道这些东西 是绝对 绝对 绝对 不可以忘记 所以天平座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在此祝福你 在这一季的过程当中 或许 你还需要一点点疗愈 但是别急 一步一步 慢慢走 你要记得 开头 我们就有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我相信有一天 你也能够看见 自己内在的这一颗真心 是让值得拥有的人 来到你的身边 能够看见你 这一颗美丽 温暖的心 所以天平座的朋友们 不要因此放弃 也不要因此感到哀伤 或者是很气馁 为什么人生 好像有些事情 总是不太公平 别忘记了 前面还有一趟 非常遥远的路 正在等待着你 并且在这一路上 我们还要为你 进行祝福 让你能够去探索 人生更多的 丰富程度 所以天平座的你 好好享受 现在当下的 每一分 每一秒 好好的打扮自己 好好的爱自己 让镜中的你 看到自己 都会忍不住 爱上你 OK 好 天平座陪我们 我全身紧紧闭的他 OK 好 Sorry 我中间又打结了一下 因为后面的讯息 已经download下来 有些时候 很多人会讲说 为什么你讲话那么快 原因是因为 当我在download 这些讯息的时候 我可能在讲第一句 后面第二句 第三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已经下来了 OK 所以稍微有小一点 小点吃螺丝 所以很抱歉 OK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 宇宙传讯的部分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他们对你的爱 跟对你的照顾 跟对你的关心 OK 好 我觉得应该是说呢 我从刚刚传讯的 这整个能量场上面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 有点像是帮你做一个总结好了 不要因为 现在眼前的这个坑 就觉得 未来的人生 都是一堆洞 我觉得是这样子 OK 我们现在 虽然偶尔人生 会的确踩到一个坑 两个坑 但是既然我们踩过了 下次我们就懂了 看到坑 就千万别掉进去 我们就跳过去 你就得了 对吧 OK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或许 这并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课题 但是我觉得天秘座的朋友们 就像他们刚刚讲的 有很多人你们可能已经花了很多心思 很多时间 甚至是很多资源在这里面 但是起码 终究 它已经来到了一个终结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代表一个新生的开始 我也希望 你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为你自己 接下来在这个夏季的部分呢 好好地去做规划 好好地去做一个铺陈 好吗 天秘座的朋友们 我很替你们开心 OK 好 那我也希望呢 今天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 能够为你带来一点帮助 也欢迎你来追踪我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报 在其他各大平台 我都有不同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锁定 我们各大平台的最新资讯 我们宇宙小学堂呢 夏季招生班的资讯呢 等我们有确切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会再一一跟大家公布 然后呢 也希望天秘座的朋友们 藉由这一季的能量场 好好成为属于你自己的 这个骑士跟女王 还有国王 好吗 祝福你 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